內地官媒《人民日報》發表題為 《總書記心系香港,香港發展一隻牽動著我的心》文章 指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6月29日來到香港的時候 對這塊土地飽含心情,對香港情況十分熟悉 始終關心香港繁榮穩定 始終是香港同胞利益福祉 報導引述習近平在2020年的新年賀詞中強調 真誠希望香港好,香港同胞好 香港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心願 亦是祖國人民的期盼 面對一國兩制,在香港的實戰中 遇到的新情況、新問題,習近平開出藥方 指始終聚焦發展,這是第一要務 發展是永恆的主題,是香港的立新資本 亦是解決香港各種問題的金鎖匙 習近平認為,香港背靠祖國,面向世界 有著許多有利發展條件和獨特競爭優勢 特別是這幾年,國家的持續快速發展 為香港發展提供難得機遇、不揭動力、廣闊空間 報導有說,有祖國作為堅強後盾 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的大力支持 回歸25年累積的豐富經驗和發展基礎 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團結奮鬥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戰一定能再譜新篇章 一定能再創新輝皇 二國二界 公主 公主